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农村可吃的野菜也丰富起来了 这个时候上市的就包括有树上蔬菜之称的香蠢 别看香蠢只是一种野菜 它的价格可不便宜 超市里的香蠢芽通常是论两卖的 一把两三两左右的香蠢就要20元左右 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高价菜 这些年香蠢芽价格不断上涨 也有不少人想要在房前屋后栽种香蠢树 之后再拿到城市售卖 可是民间却流传着香蠢过房 主人恐伤的说法 这又该怎么解释呢 难不成院子里不能栽种香蠢树吗 虽然在有些地方确实有着院子里 不宜栽种香蠢树的说法 但并不是对这句俗语的解释 香蠢过房主人恐伤的意思是 在院子里栽种香蠢树 就要定期对其进行修剪 不能让它长得过于高大 尤其是不能比房子还要高 这样将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换句话说 如果自己不勤快 或者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种植香蠢树 就尽量不要在院子里栽种香蠢树 这是什么原因呢 香蠢树在古代有着树王的美称 它代表着长寿 现在北方有些地方依旧还盛行 让小孩子摸春的风俗 寓意着健康成长 所以在院子里栽种香蠢树 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香蠢牙还可以采摘下来给农民使用 不过古人说香蠢树的高度不宜超过房子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香蠢树的材质比较脆 如果树的枝干过高 采摘起来就比较麻烦 尤其是一些比房子还要高的 有些人就会为了采摘香蠢牙 爬到房顶或者是树上去采摘 这样就容易从高处掉落下来 轻则摔伤手脚 重则还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就有了香蠢过房主人恐伤的说法 部分农村对这句俗语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那就是香蠢树不宜树树在房子附近 或者是离窗户太近 如果要树树 同样要对其及时进行修剪 不能让香蠢树长得过高 这是因为香蠢树是一种很容易招惹来一种红色翅膀的漂亮虫子 虫子的分泌物掉在地上不仅很粘角 还会抑制其他植物的生长 院子里栽种树木本来就是为了带来便利的 如果反而还有麻烦 那就没有栽种的必要了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 大家认为哪一种更靠谱呢 现在正是香蠢牙上市的季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着一些来尝鲜呢